木树看到个好玩的事情,美国第一大报纽约时报,最近关注了KFC的一则广告,广告与改革开放40周年有关,还有两万单红明星出场,纽时的报道很有意思。 认为在当前的局势下,这将美国企业本土化生存的手法多样,而且获得了官方的认可。 看完报道,木树在央视上看了广告,觉得给人感觉红红火火的,却是很符合当前新注开放的主基调。 其实看了广告,觉得不仅有新注开放40周年的色彩,也很像过年,毕竟主基调都是红色的。 纽时采访的几个人对此发表看法,有的认为很俗气,也有的认为中国红还是很不错的。 记得北京第一家肯德基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开业的,1987年在全门大街的那家店,好像是三层,而且也不是像现在这样简单的名字。 全称是肯德基家相机,木树问了当年附近住的老人家,据说开业当时真是盛况空前,美国驻华使馆都派人参加了。 据说,当年很多人已到KFC用餐未容。 更极端的是,还有人在这家店举办婚礼,你没听错,是办婚礼,这在当时可能是很时髦的事情,而且花费也应该不费吧。 几十年来,KFC随着我们的发展壮大,也在发展与改变,有时注意到,这家美国企业的本土化生存不错,提供了很多食品符合本地需求,比如油条、米饭、豆浆等,在美国时吃不到的。 所以,从这个角度讲,KFC的诞生以及它在大陆的历史,本来就带有一定的政治意义,是中美关系发展,我们对外开放,以及本土化运用的三重产物,而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企业现象。 穆书也注意到,纽十的报道,其实对KFC的广告还是有不同意见的,认为企业宣传爱国主义,是求生育很强的表现。 该报记者认为,在华的外资企业很少冒险进入他们设计政治的广告领域,而KFC的这则广告的背景,可能来自现在的困难时期,KFC如今在华的店铺数量比美国还多了。 在中国一千多个城镇,拥有五千多家餐厅,但也面临其他外国餐饮品牌和中国国内餐饮品牌的竞争,因此纽十报道的前台词是,KFC在华球生育还是很强的,需要雷虎,很好的政商关系,以及扩大自己在民众中的影响力。 明时还注意到,很多美国在华企业,都曾进行一些类似的事件营销,他们大部分都强调传统价值观,比如和口可乐农历新年期间做的广告,表达了家庭团聚的重要性。 阿迪达斯,耐克和百事可乐等公司,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的广告凸显了中国人的自讨感。 麦当劳在奥运期间的广告宣传与更直接中国人了,I am loving it,而KFC似乎有点不同,但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,不得不承认,KFC的做法还是很聪明的,这也得到了有时采访的专家的认可。 俄罗,俄亥俄招麦阿密大学战略传播学一名学者对此表示,在中美关系日益吃紧的关键时刻,KFC可以充分利用央视在中国市场的声望和利益。 在目书看来,有时报道,主要是从美国人的视角做出的,这很正常,从普通中国人视角来看广告,其实没觉得有什么特别,只是认为有明星,有美食,有怀念,有欢乐。 这就行了,考虑的没那么复杂,况且这家店雇佣了大量的中国劳动力,创造了大量的价值,差异化生存,也是可以理解的吧? 你怎么看待肯德基的广告?欢迎关注穆书,多多交流。